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理石樓梯 木製的扶手 懷舊的玻璃木門 這裏是位於廣東道和縱方街交架的 舊入麻地景處 景處屬二級歷史建築 據英國愛德華式建築風格 1922年啟用 到今年剛好滿100年 舊入麻地景處在過去百年間 處理過不少大案和社會事件 包括1984年由的士罷洗 已變成在入麻地和亡國一帶的大型騷亂 沒有了 事件起因是政府增加牌照費和首次登記稅 蘇聯期間警處一度被圍攻 當時我去現場做一些情報的搜集 尤其是有時喬莊扮是一些行家 和一些發起遊行的負責人探聽消息 但不能表露身份 在六七十年代區內的治安不穩 警員要處理的案件繁多 警處內也流傳一些小禁忌 當我做CID的時候 聽到一些老前輩說 在大房內 不能坐在桌上 或者坐在桌上 為什麼呢 如果你太空 坐在桌上 於是便會有大案發生 於是便會有大案發生 於是便會流傳一個傳統 在八十年代來到舊入麻地 警處工作的還有他 前總警司華樹媛 對他而言 警處不僅是一個上班的地方 亦有助他了解地道人民 和文化的一線窗 Yammer Tea 在八十年代的地方 是一個很公平的地方 你會有一個正確的訊息 在居民的地方 和責任和問題 在居民的地方 在晚上 八到九 我們常常會有母親 帶孩子們到警察 因為他們沒有做家庭 而且他們想要警察 警察警察 讓孩子們離開 不做家庭 所以我們有些奇怪的事情 我給我一個正確的訊息 在居民的地方 你會看到警察 非常有關聯繫 在社會上的事件 我們不僅僅僅僅僅僅 抗爭犯罪 但也在居民的地方 後來到了2016年 雖然有新的入麻地警署啟用 舊入麻地警署仍然保留 報案終身服務 如果你看到這裏的銷鎖 在這裏的銷鎖 是很獨立的 情況很不少 而不至於現代的標準 而如果你看到新的鎖鎖 你會看到更新的 客戶集中的設施 很悲哀 這些地方 不能繼續進行 但我們必須保留 他們 提醒自己的歷史 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 舊入麻地警署 將會在8月6日、7日 以及13、14日 連續兩個星期六日 舉行100周年開放日活動 到時大家不妨來回顧一下 有關警署和市民百年來 一同成長的故事